四天的国庆廉价玉里景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复里、浊西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在廉价期间特别在重要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同时针对易教师路口也采不定时的执行机查 针对各种的违规来列为执法项目要营造优质的交通环境 112年国庆廉价总共有四天 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复里、浊西三的乡镇的交通顺畅 廉价期间在重要的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而另外为了维护行人安全 对于车内容易肇事的路口也采不定时的执行机查 针对各种违规、太阳、列为、执法的项目 以创造优质友善的交通环境 在国庆廉价首日本辖整体交通顺畅 因此加加强编排交通机查、落实速度管理 避免游客因为驾驶分心或超速造成交通事故 最后本分局预祝各位游客平安出门、平安回家 玉里分局也特别提醒 目前轮天大桥、明里大桥、高流大桥都采封闭情况 便桥受到之前台风影响也封闭道路 民众请多加留意 一般局长林俊廷说 国庆四天的廉价、返乡过节的民众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也要遵从警方的疏导作为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